我给你多少钱 没问题吧 因为它可以开个印刷机啊 印没 银行要多少给你多少钱 这样做避免长期的经济衰退 成就的银行 银行都活了 大企业也活了 都有钱了 零售商也不着急了 我给你钱 你要多少给 我印 银行的不良贷款全没了 为啥呢 如果通过膨胀率涨了一万倍 现在欠你一百万 不是等于花一百块钱 数次没啥 对不对 银行就从不良贷款中彻底拖脱出来 是吧 而且这样做呢 美国的金融危机 就由全球的人来分担 因为美元是基础货 世界各国都持有大量美元 那么你的价值购买力呢 是打折都不值 对折都不值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 美国人就可以像俄罗斯一样 把过去的银行包子全部都甩掉 普京 哎呦 东山再起啊 重新来 所以呢 俄罗斯又回到百分之八个增长欲了 日本始终出不来 这就是一样的案例了 你印还是硬呢 硬当然有获利啊 硬多简单呢 那机器一开不就花花都出来了吗 缺点是什么 谁以后还要美元呢 金本位置 爬台之后 为什么采用美元作为国际基础货币呢 这是因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执行了非常稳健的政策 一直控制美元的发生数量 使得美元的购买力相当稳定 所以大家都愿意赤用美元 美国人得了最大的好处 他不需要外汇储备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攻击美元 你要攻击我 你不是要美金吗 我印呢 我印给你啊 你知道这招 你就不要来攻击我 所以美国人不需要 美国它超级大国 它有两大支柱 一个是军事霸权 一个是金融霸权 而美元的金融霸权 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 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 和国际关系利益 这是两大支柱啊 你花花一亿美元 大部分全都给你买单 其结果是什么 从此不要美元 所以这次在斯布兰基斯科会议上 大家讲不要美元怎么办 以后GDP怎么计算都有问题啊 这国际交往了 大家总是要有个基础啊 没有基础怎么办 拿白银多少两 黄金多少两 拿日元日元也不行 欧元 欧元现在问题更大 那我要讲欧元 还有一节可以讲 那问题更大 中国人民币 还有小货币 还没走出国门 拿什么东西做 就逼着人们现在 要创建 誓言 世界人 为什么呢 这世界人大伙谁都不能赢 得商量干办 你别美国人急了 你到时候你一印票子 我们就给你买单 你就无偿的来剥削全世界的人 把全世界的财富都拿走 你闯的货 叫大家火 那么美元如果说是要没有的话 这事就很大 不是小事 所以呢 在会议上也有人提出 在1990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一个超级大国 苏联忽然倒下 在2009年 另外一个超级大国 两大支柱倒了一个 下来会发生什么 人们讲怎么来走出这个困境 怎么来重新恢复国际的金融秩序 并且继续的发展展出 这就是一个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的挑战 而这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 政治秩序 都会由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多元性的社会 大家就从这儿开始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重新 大家没时间了 中国2万亿的外汇储备 以上有一半以上是美元资产 如果美元贬值 中国外汇储备损失灿动 这是肯定的 所以现在就已经说 为了让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受损失 我们应该拿2000亿出去支援美国 把它稳住 美元稳住了 我们损失就少 而接着按照Banite的计划 它注资之后 银行恢复正常 金地面恢复正常 过两天股市的盘会去了 美国政府没准备还能赚钱 再把股市银行的股份一卖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问题是钱嘛 有几个卡它过不去 能过去这事也不错 那么现在呢 第一个威胁 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风雨飘摇 因为是赤油的美男 直接的美国债券 七千六百多亿 这要打个队格这三千亿 这要打个队格这三千亿